日本政府也拟将同性婚姻入法 日本各地政府目前均逐渐推动认可同性婚姻的制度 东京都涉谷区于今年2月发布了相关条例 市田谷区与横滨市也陆续跟进 安倍总理在2月18日的参议院选举会议当中表示 此事会影响到现有的家庭形态必须慎重考虑 此外自民党众议员柴山昌燕 在电视节目中的相关言论也引发了争议 他表示同性婚姻会加速少子化 但同性恋者本来就不会与异性结婚生育 为何批准同性结婚会导致少子化呢 议员并未就这部分加以说明 至于为什么需要同性婚姻制度呢 举例说明当另一半在住院的时候 同性伴侣无法结婚确立虚属关系 在照顾上产生失职困难 而且也无法享受夫妻间的抵税优惠 造成经济上的负担 其他影响还包括过时后 另一半无法继承等各种限制 TOMONE NEWS原创贴图开买咯 快到LINE STORE下载吧